據當邊緣人 用這支香水 你就是萬人迷 嗅覺呢 是人類最直接的感受 好聞的味道讓人喜歡 難聞的味道惹人鹹 然而這一切都牽扯到了 嗅覺休閒 大家好 我是香水人生的小波 其實呢 小波我從小 我的嗅覺就真的 蠻好的 很長時候是我媽媽還在煮菜 菜都還沒有煮好 我光是聞一下 我大概之後 我媽媽煮什麼菜 有時候我到家裡 我還在一樓脫鞋子 我就已經可以聞到三樓 到底是誰在廁所裡面大便 然後我在教室呢 門一打開一進去 我光是聞一下味道 我就知道到底是誰 在教室裡面吃波卡餅乾 也因此這樣呢 我長大之後 對香水情有獨鍾 會開始去研究一些香味學 後來我發現啊 原來嗅覺是很強大的 它堪比視覺 可以更直接的創造印象 俗話說 氣味比記憶本身更忠誠 能不能成為焦點 味道是重點 女香香水推薦呢 就是MJ的粉紅黃歡 還有美洲豹的偷紋 他們這一種柑橘調 或者是百合花香 其實都是嬌嫩欲滴的 這個是真的有經過研究報告 他們這種味道 可以讓人類聞到的時候 腦子裡面 會奮泌出一種東西 叫做腦內杯 它可以讓你產生愉悅開心放鬆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的興奮 這種味道可以直接創造出 讓人不想離開的美好印象 如果女生你想要逃離當邊緣人 就要使用這兩款香水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男香萬人米的排行榜 文斯卡木托的烈日 為什麼它是萬人米? 因為買它的女生竟然比男生還要多 但是它是一隻男香喔 你又知道這隻男香 在女生的世界裡面是有 多麼的影響力 它一樣是以柑橘調 讓你由內而外的散發出那種 快樂、開心、用輕盈的風格 去帶出一個男人的魅力 如果你在你的朋友圈當中 你是大雄的話 那你用了這支香水 你就會搖身一遍變成了 小三 人見人愛 花見花開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 巨當邊緣人的香水推薦 我是香水人生的小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等一下 我就會akukan 把他作為 一個 小水 小水 在 那邊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